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莫托 按照计划,莫托公路即将在本月底通车 莫托公路全长117.278公里 连通波密的扎木镇和莫托县 莫托公路的正式通车呢 也将结束莫托县不通公路的历史 因为沿线都没有地名 因此莫托公路全部都是 已从波密扎木镇开始的公里数了命名 因为地形险峻,地势复杂 不到120公里的莫托公路修建难度极大 其实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 我国就开始修建莫托公路 但是由于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 这条公路几经波折,却无法贯通 直到1994年,一条通往莫托的简易道路终于修成 但是这条路通车仅仅一天就被泥石流冲毁了 然而修建莫托公路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2009年,莫托公路继续开工建设 经过几代交通人的努力,莫托公路本月底即将正式通车 并且全年的通行时间将从原来的三四个月增加到八九个月左右 那我们的前方记者朱新建啊 今天将从莫托县沿着莫托公路行进 体验这条高原生命线 感受这条公路已经和即将带给沿途的影响和变化 莫托在藏语的意思是隐秘的莲花 很多人对它呢并不是十分的熟悉 那为了修通这条路啊 可以说是用了几代交通人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随着2010年底 嘎龙拉隧道打通后 莫托县城也随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2010年我们的前方记者朱新建啊 就在嘎龙拉隧道的打通现场 对于莫托公路的重要性和给这里带来的变化 朱新建应该是有更多的这个感触 那现在啊朱新建就在县城 下面我们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好朱新建 你好肯萨 上一档连线我看你在这个云山雾海中啊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好的呃我们之所以没有离开 就是因为上一档的直播当中啊 我们没有能够看到呃这个莫托县城 但是我们现在非常高兴呃 稍微散去了一些 我们能够看到莫托县城周边的这个山和 雅鲁藏布江的轮廓 以及隐隐约约的看到莫托县城了 这就是莫托 这就是秘境莲花 刚才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前直播的时候啊 似乎莫托县城还不愿意呃 没有揭开他这个神秘的面材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呃 在我身后就是县城 我们能够隐约约看到县城的一些呃 白色的楼房和灰色的房顶 那么在这个县城的西边是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 那么县城的北边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这种呃地理结构 使得从孟加拉湾由北进入我国的这么一种暖湿的气流 和从喜马拉雅山南下的冷空气在这里相遇 那么冷暖空气在这里相遇 极容易产生大雨雾 这就是莫托 这就是莫托为什么被称为秘境莲花 那么现在呢 我们依稀能够看到莫托呃周边的山体的轮廓 还能看到马上就要呃露出来的太阳 那么整个莫托从空中俯瞰啊就像是一朵莲花 那么在今天这种呃小雨加上呃浓雾的这么一种情况下 这朵莲花显得会会显得更加的神秘 那么莫托由于地理条件的这么一种呃限制 使得发展这个交通啊 基础说的建设非常的难 那么过去要进入莫托呢 必须得翻越白雪矮矮的雪山 还要穿越呃到处都是马黄的热带森林 那么很多人告诉我说进去了就不愿意出来 出来了就不愿再进去 真的可以想象呃进出莫托的人的这种感受 那么这几天呢为了探访这条莫托公路 我们也是从西藏的波密县到莫托县数次的往返 呃在往返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的节目叫做走进莫托嘛 我们也呃数次的走进这里 但是今天啊我们想从莫托出发 想以一个莫托人的这个视角去看一看这条路 因为从六十年代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 呃五十多年过去了 呃可以说这条路终于是在不久的将来 就是在几天后就要举行这个呃通车的这个仪式了 那么这条路对于世代居住在莫托的门巴族和落巴族的群众来说呢 可以说等待了很多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呃 还可能还等不到这个农屋散去 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前往我们的下一个直播点80k 那么在这条路上呢 可以说是受到自然条件影响最大 那么经常会发生泥石流 呃水毁公路和呃路面的坍塌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在今天的这种气候条件之下 其实更加增加了我们此行的不确定性 那么究竟新的这条摩托公路是怎么样的 我们会不会遇到呃过去阻碍摩托交通的那些自然的灾害 我们跟随着我们的这个直播车一起去看一下 跟上 好的 谢谢我们的记者朱信件发回的报道 确实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们也期待着通过你的报道呢 将这个秘境莲花的面纱慢慢的来为我们掀开 我们期待着您带来新的报道